新生儿是爱情的结晶 为人父母都希望孩子以健康的姿态诞生于这个世界 然而一些不幸的婴儿自出生起便患有先天性疾病 其中最常见的便是先天性心脏病 这些患病的婴儿会随着先天性心脏病种类的不同 而面临不一样的症状 有的可能是轻微 有的亦可能会危及生命 此外 部分先天性心脏病如果不经过专业检测 早期往往不易被家长识别 导致严物治疗 病情加重 究竟为何婴儿会罹患先天性心脏病 若是不幸罹患又应该如何治疗与养护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一起学习及早识别先天性心脏病 把握治疗时机 谈论这个话题 我们当然要请出我们的专家了 为你请来这位医生 就是新胸外科专科医生曾庆平医生 曾医生你好 好 老师你好 那么想问一下 那么刚刚我们有提到呢 金川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嘛 对不对 所谓的先天性就是 它一就是诞生那个婴儿 就是有这个心脏问题了 对不对 对这个就是先天性脏的问题 在马来西亚来讲 大概五千个小孩子 每一年都会有这个先天性脏的问题 每一千人当中就有十个人 每一年就有大约五千人 五千人 其实人数还挺多的 对 相当多 所谓的这个心脏问题 一般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是心脏有孔呢 还是怎样 我们很时常听到的 都是心脏有孔 就是最普通的先天性脏的问题 当然是还有很多 更加复杂的问题 比如那个血管有阻塞 那个肺的血管 靠近那个心脏的血管有阻塞 或者是那个心脏的血管倒转了 是叫transposition of great arteries TGA 那个血管不正常 倒转了 所以那些是比较复杂的 还有而且有一些心脏是 原本是有两个ventrical 就是说完成的 可是有一些心脏是有一边罢了 就是你的心脏是 capacity是减少了一半 所以它就会产生可能呼吸困难 因为血液不循环是吗 对 因为会有很多症状 有一些会呼吸比较困难 然后体量不能增加 因为那个心脏不够强 那董 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就是一个孕妇 她就是在诞生 baby出来 你们去check的时候才知道 还是她要生之前 你们已经就是可能已经可以检查出来 那个baby是有问题的 有 有 现在的那个母亲去复诊的时候 pregnancy follow up的时候 通常他们会做一个detail scan 在22到26个星期怀孕的时候 会做一个detail scan 我才是超过90%会可以 如果是有心脏是有问题 是90到95%可以检查出来 但关于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 一出是马上可以观察得到 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心脏病 不一定 就是看那个严重的程度有多大 如果是比如说 如果那个孔是很小的 然后是很轻微的心脏问题 通常不会有什么症状 而且他们的长大和progress 都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但是有什么就是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 可能这些父母亲他可以看得到的 看得到就是通常复息很困难 很快 复息很快 然后你看多一两个星期 还是三个星期过后 那个体量不会增加 然后有一些来讲 看得到就是皮肤会比较蓝色 为什么会蓝色 皮肤蓝色是因为那个心脏 他无法提供氧气是吗 没有可能提供那个血到那个肺 不够不够血到那个肺 所以造成到那个血会比较蓝 Doctor Z 我看到心脏有杂音 什么意思 就是我可以就是靠这样听 还是要一定医生的一些仪器 我们一定要用一个仪器 我们就叫那个stetoscope 才能听到那个杂音 所谓的杂音是怎样的 通常我们心脏的声音是听到 有两个声音 叫做top 所以除了这些 如果你听到有多余的杂音 或者是我们是叫murmer 然后会听到有stup 就是好像那个血漏到不顺的声音 就是也会有杂音 那每一个马来西亚出生的婴儿 会不会先做这个检测呢 看看他们的心脏是不是有问题 是会有 我们小孩子通常一出生的时候 在妈妈还没discharge 回家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检查那个孩子 跟那个妈妈 所以我们一定是会用这个stetoscope 会听一听 才让他们回家 那你想问一下就是说 这些小孩子他是 怎样会就是突然间 他先天性会有心脏病的 是遗传吗 还是怎样 这个先天性心脏的问题 大多是是没有肯定的原因 大多是是没有原因 当然是有一点的genetic predisposition 好像比如说down syndrome 那就会有可能 有可能比较风险会比较高 传给下一代 有这个心脏的问题 母体受感染什么意思呢 母体受感染就是说 如果那个妈妈怀孕的时候 如果会有得到某些infection OK 好像Rubella 我们很时常听到的Rubella 那就会比较高的风险 会得到这个心脏的问题 好 那用药的影响也是重要的因素 就用这个沙利度胺 还有这个抗癫痫的药 对 所以这个抗癫痫是很时 我们在医科中很时常听到的药 我们是说抗癫痫 就是说如果怀孕的时候 有接近到这个药 抗癫痫是会有比较高的风险 会得到不单单是心脏的问题 可以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抗癫痫通常是用来 医那个癌症的药 有替代的一些药物吗 如果不能够吃这些药的话 我觉得一定是有 可以咨询一下医生 那么就是可能怀孕的这些妇女 她就是如果真的 要吃类似这样的药 她有停药 或者是换其他的药 要看那个有关的 专科的医生 他们才会帮你 明白 做一些调整 是 那么其实我们这里呢 有一位观众呢 她的手机尾号呢 六八九七 她想问Doctor呢 就是电子的腹射呢 会导致宝宝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吗 可能在怀孕的时候 妈妈一直在玩手机 三级产品 电脑啊 到目前为止 我看全世界的研究 都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证明 你说这个腹射 和其他的那个电的关系会有对 会影响这些宝宝 会影响妈妈 那如果一个小孩呢 他患了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 会不会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长 然后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呢 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就是最后都是看那个程度有多严重 如果是轻微的心脏问题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 ASD 就是其中一个孔比较简单的孔 如果动了手术 那大多数成长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刚刚您提到是单孔 有一些人的心脏会有很多孔 有很多孔 就是看你有几个孔 有多大 还有那个位置 这些都是factor 来决定以后你的生活会怎样 是 那刚刚我们就谈到呢 就是他可能会不会随着年龄 有关的病情会增加吗 那刚才就讲那个因素也会造成 这些小孩子可能比一般普通人 发育比较迟 他是怎样 所谓的发育 他的发育比较吃是因为那个心脏的capacity 那个function 比我们正常的人不是很好 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体重 比较瘦小一点 比较瘦小 然后baby的时候 他们的体量也是不能增加 因为那个心脏的关系 所以我们是叫failure to thrive 然后waking也是比较困难 关于这个因素呢 我突然间想起一个问题 就是高龄产妇有没有可能 也会导致宝宝有心脏病 有一些 evidence 证据 还有那些研究 那个studies有一些association 就是讲high maternal age 就是妈妈如果是年龄比较高 怀孕的话 所以有一点风险 比较高一点 要得到这个 孩子会得到这个 这个基金 那么其实这里有写到 婴儿很容易面临的 这个主动脉的这个缩宅 或者非动脉的里边 也会缩小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其中两个 那个condition 有提过的 就是说那个血管是有阻塞 我们的大血管 靠近心脏的大血管 因为妈妈们 他们都很担心的嘛 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可以做这个产检 一般上你们是用什么 什么ultrasound就可以check得到 detail sound 可是会有一部 ultrasound也不是100% 因为它是operator dependent 就是看那个operator 是 而且还是有一些问题 是没有办法检测出来 那无论如何呢 下一段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到底可以怎么样治疗吗 这个先行病 这样子的一个疾病 还有说他后续要怎么照顾之类的 是的 因为其实宝宝真的是 刚出生非常的弱小 对不对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有关这些幼儿罕见的疾病 到底有什么呢 对不对 对不对 不OST